距离我和孙希超分手,已经五年,再次相遇,我是奢侈品店的贵姐,她是来给未婚妻定制婚戒的客人,比起学校时期,现在的她成熟稳重了很多,西装革履,依旧一脸冷漠,在这遇见她,我一点也不意外,她本来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,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为了哄我开心,也会经常送我各种奢侈品。 先生你好,我大放地主动打招呼,念念,是你好久不见,孙希超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,见到我她略微吃惊,而后便自然地同我打招呼,眼神磊落,仿佛我们只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而已,孙先生有没有喜欢的,我帮您拿过来看看,我想定制一枚婚戒。 她说起这话的时候,眼里闪着光,我想她一定很爱她吧,既然早就分手了,该赚的钱还是要赚的,那肯定是钻石越贵,提成越高。 我热情推荐,孙先生这边看,这是店里新来的一些原石,品质相当好,还都是大钻,很适合定制婚戒。 灯光下,钻石闪闪发光,孙希超低着头认真挑选,最后还是挑选了一颗最大的,闪着七彩的光芒,真好,最贵的一颗。 儿子绘画班的钱这下有了,选好了钻石,只托,切割花形,我高兴得何不拢嘴,心里已经在默默数钱了,孙希超付完钱离开之际,交接班的同事正好领着我儿子进来。 孙希超看到我儿子的瞬间,明显脚步一顿,就在我祈祷同事千万别说话的时候,同事张口了,念念,你儿子我帮你接过来了。 孙希超不可置信地回头看我,我知道他的疑惑,在一起的时候我见过他小时候的照片,而我儿子和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,孙希超停下脚步堵在店门口,一直等到我下班。 餐厅里,他把包好的虾放进我儿子碗里,然后看着我问道,是我的。 虽然是询问,可是他目光坚定,这些年,我独自一人带着儿子,我们娘俩吃过很多苦,我崩溃过无数次,最难的日子里我都没有想过找他。 可现在,我看着这个生活滋润,马上和心上人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,突然一股抱负地快意袭上心头,我笑着承认,是,是你的儿子,他叫想想。 既然他见到了想想,我知道就算我矢口否认,他也会调查清楚的,倒不如磊落承认,我现在反而是一副看好戏的姿态,那你准备怎么办? 新郎官,孙希超自小父母离异,跟着母亲生活,所以他知道缺失父爱的感受,他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流落在外,现在他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,我知道孩子的出现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,不过他既没有问我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,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偷偷把孩子生下来,更没有问我这些年为什么没有找他。 只留下一句给我一晚上,时间考虑就走了,但我太了解他了,他既然知道了这件事,就不会继续装傻,至少对想想,他会负责的,但是事情的后续还是让我意想不到,再次见到孙希超的时候,他有些疲惫,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,我和他,解除婚约了。 他语气平静地让我慌了神,接触婚约的过程我不得而知,但我肯定他吃了不少苦头,孙希超的母亲是个掌控欲极强的女企业家,能让他妈妈满意且同意结婚,想必对方定是门当户对的女子,他终究还是和那样的人般配,他本该按部就班地过着王子的生活,可他偏要闯进我的世界,现实不是童话。 孙希超是王子,就该找一个公主,而我,甚至连一个灰姑娘都算不上,我自小父母双亡,和外婆一起生活,老人家能把我这个外孙女拉扯大,已是不易,所以我的生活虽然过得很苦, 却也很满足,很充实,我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国家对贫困生的扶持,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,进入大学,我既要努力学习, 争取奖学金,又要没日没夜地兼职赚钱,我在学校食堂兼职打饭,这样既可以解决吃饭问题,每个月还能有几百块钱的工资,还在学校便利店兼职收银,借着职务便利。 帮同学跑腿代买零食日用品,加一起每个月也能有几百的收入,在后来我的跑腿业务多了起来,帮取快递,代买早餐,在同龄人都把精力放在打扮自己时,我还在为我的下一顿饭发愁,当同学成双成对,享受着青春的美好时,我奔波在各个教学楼,一块钱一块钱地赚着跑腿费。 好在同学们都格外照顾我的生意,每个月下来,除去一些必要开销,我倒也能攒几百块钱给外婆,直到那天早上,让我带买早餐的同学实在太多,我手上挂着薯杯豆浆,还有大袋小袋的包子和煎饼果子,我两只手被塑料袋勒得胀红,险些脱手之计,有人从我手里接走了各种早餐袋,我帮你。 很清冷的男生,那天早晨孙希超陪我穿梭,在各个教室里送早餐,事后为了表达感谢,我请他吃了煎饼果子,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有交集,但在此之前,我听说过他。 毕竟,要钱有钱,要言有言的学霸,一向很受欢迎,我把煎饼果子递给他,满眼感激,谢谢你,同学,我叫李念,这个请你吃。 孙希超毫不犹豫的结果,煎饼果子,我知道你,他知道我,知道我什么? 我疑惑地扭头看他,等他继续说下去,他没再说话,大口吃着我请他的煎饼果子,塞帮子塞得鼓鼓的,像只小仓鼠,我觉得我肯定是花痴的厉害,不然怎么会觉得他有些可爱? 此后,孙希超便经常给我帮忙,时间久了周围的同学开始,传孙希超这是要追我的节奏,可我清醒地知道,我和别人不一样,生存就已然让我头昏脑炸,所以我精神匮乏,对感情的事格外不开窍,孙希超不过就是看我忙不过来,好心而已,我开始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孤单了。 那些拼命努力变得更好的日子,好像也没有那么辛苦了,可是这种平衡在某一天就忽然被打破了,他陪我送早餐的早晨,叫住了我,他说,李念,你当我女朋友吧。 我被孙希超的话惊道,忍不住反问,为什么选我?毕竟,他从来不缺追求者,那些漂亮的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,除了美丽和开心,他们活得没有一点负担,所以,为什么是我呢? 你很特别,他看向我的时候,眼睛里忽善忽善的,这一切美好的让我觉得有些不真实,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特别之处是什么,但当时一无所知的,我被突如其来的告白,冲昏了头脑。 也可能是我习惯了寒风凛冽,所以别人哪怕给我一点温暖,我都贪婪地想要抓住,我答应了做孙希超的女友,身份地转换并没有给我的生活,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独立惯了,做不到理所当然地花孙希超的钱,他也并不强迫我,只是默默地陪着我,在我兼职的餐厅档口等我下班,送我回宿舍。 陪我一起跑腿,送早餐,快递,他接地气得让我险些忘记,他是个被生活眷顾的王子,渐渐地,我竟也忽略了我与他的距离,开始异想天开地期望着第九天长,开始对孙希超送给我的那些奢侈品,笑着收下,直到我搬进了孙希超的公寓,和他开始了同居生活,才发现王子也有他的苦恼。 他虽然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,从小吃喝不愁,但父母感情不合理意,要强的母亲对他管教极严,孙希超小时候没少因为,违背母亲的意愿被惩罚,他也会在喝得微醺的时候,抱着我不开心的埋怨, 说他像极了一只被控制的玩偶,我心疼地拍拍他的背,轻声哄着他,尽管我们俩如交似漆,但我和孙希超这段感情并不被人看好,周围的同学校友都认为孙希超,对我不过是一时兴起,不会长久,然而这场恋爱临近毕业还在继续, 甚至孙希超还要带我见家长,他牵着我的手,一脸的期待,念念,下周六我妈生日,我想带你见他,你陪我一起吧。 我内心激动又紧张,花仲金给自己添置了一身行头,甚至还在手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摆渡,第一次见家长需要注意的事项,当车缓缓驶入别墅区的时候, 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,自己和孙希超的差距,眼前的别墅犹如富丽堂皇的宫殿,甚至还有管家在门口迎接,我提着我精心挑选的礼物,站在门口显得格外寒酸,自卑感铺天盖地地袭来,我忽然就后悔了,想要逃,不管是一旁礼仪周到的庸人,还是花园里开得正成的花, 都像是提醒着我的格格不入,我紧张的心脏快要跳出胸口,极力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和仪态,企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得体一些,孙希超的母亲端坐在餐桌高位, 目光灵力地扫视我一眼,他的表情冷漠而不加掩饰,透露着对我的不满和不认同,只是那一眼,我就已经预感到了我和孙希超的未来,门不当户不对,是我和孙希超这辈子都无法逾越地隔阂,整场饭局,我犹如透明人般存在,直到临走之时,孙希超母亲才皱眉对孙希超轻描淡写地说了句, 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家里带,我低下头,眼泪已经快要出来了,可是我不能哭,我狠狠地握紧拳头,快要把指甲嵌进了肉里,孙希超却拉起我的手,在他面前晃了晃,念念他不是什么阿猫阿狗,他是我的女朋友,然后便带我离开了,车上,我只顾着自己心情低落,竟没注意到孙希超开心至极,很快毕业实习, 我和孙希超不在天天腻在一起,他已经有家里人铺好了路,而我路在哪里都不知道,我找了份实习工作,下班等站台,公交车时,一辆豪车却缓缓停在我面前,司机下车帮我打开车门,我这才看清车上坐的是孙希超的母亲,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,上车, 我明明可以拒绝,可是脚却不自觉地上了车,包厢内,孙希超的母亲开门见山,给你五十万,离开我儿子,原来电视剧里的情节是真的,五十万买自己儿子未来的一片蓝图,也算合理,我缺钱,但是我更舍不得孙希超给我的微暖, 我虽然很害怕她,却也鼓起勇气剧里力争,我和孙希超在一起,不是因为钱,自然也不会因为钱,离开她,这场谈判注定不欢而散,等我辗转许久公交到家时,孙希超正戴着耳机和朋友一起开黑打游戏,并未发现我回来,他先是暴笑一阵,然后说,昨天他安排我相亲,我跟他说我不去, 我就要和李念结婚,快把他气死了哈哈哈哈,不知道对面说了一句什么,孙希超顿了一会接着说,怎么可能争取他,我就是用他气气,我妈,明明是三伏天,我却犹如置身寒冷的冰窟中,感受不到一丝温暖的存在,热浪在空气中扭曲,而我内心的寒意却似乎,无法被炙热的天气所融化,我以为甜蜜的三四年, 在孙希超这里,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利用,我是他的叛逆,是他对母亲的反击,我突然明白了孙希超告白时,说我很特别是合意,我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特别穷,特别拿不出手,我也就明白了刚刚孙希超妈妈的那句, 你们不会有结果的,为何说得如此自信,正当我要上去质问他一番时,手机铃声突然响起,是我舅舅打来的,念念,你外婆突发疾病快不行了,你赶快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吧。 我呆愣片刻后夺门而出,我连夜坐客车回了家,看着床上瘦得不成样子的外婆,眼泪巴搭巴搭的就往下掉,外婆病成这样,为什么不送去医院? 我破握住我的手,轻轻地摇了摇头,念念乖,外婆不要紧,不用去医院,不行,我们现在就去医院,我试图抱起外婆,舅舅无奈地叹了口气,念念,医院那边看过了,我们真的尽力了,医药费太高了,你哥哥还要娶媳妇买房子。 多少钱?舅舅支支吾吾不说话,我忍不住暴怒,我问你到底需要多少钱? 五,五十万,外婆,你等我,一定要等我,我又连夜赶回学校,期间孙希超给我打了几个电话,都被我挂断,我直奔周立母亲的住所,我答应了,五十万,给我五十万,我就离开孙希超。 孙希超母亲一副了然于心的面色,我还以为你真的是试金钱如粪土,原来也不过如此。 我拿完钱回到公寓,孙希超没在家,我巧声整理重要证件,装进包里,随后轻轻关上了门,再次回老家的路上,我孙希超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,后来外婆的命算是保住了,我这被利用的几年倒是也值了, 当我以为我和孙希超的爱恨情仇到此结束时,一阵突如其来的呕吐让我心惊。 这段时间忙着照顾外婆,我竟忽略了大姨妈已推迟许久,看着厌运棒上的两条杠,我整夜未眠,我预约了流产,可是在排队叫号的时候,看着一个个大着肚子的准妈妈,我摸了摸自己的小腹,测引之心和不舍却瞬间涌上心头,最终决定留下了这个孩子,我不知道孙希超是怎么说服他妈妈的。 居然点头接受了想想,待想想认阻归宗那天,他坐在孙希超的豪车上东摸摸西看看,毛在我耳朵边说悄悄话,妈妈,这个车好像和我坐过的都不一样。 孙希超的眉头不可察觉地皱了下,我看得出他是闲艳我将儿子,教得如我这般上不得台面,可是世面眼界这种东西,哪里是教出来的呢? 有些东西,出生时有了便有了,不过孙希超这种公子哥自是不懂,这是我第四次见孙希超的母亲,五年未见,岁月竟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痕迹,他对我除了当初的不满和冷漠,此刻脸上还多了些鄙夷之色,要我也觉得这事做得不地道,拿了钱又偷偷生下孩子,眼看孙希超婚期将至。 我又带着孩子找上门来,可天地良心,再次偶遇纯属意外,我绝无半点设计,可是想想毕竟是孙家的后代,长得简直和孙希超小时候,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班,孙希超的母亲对想想倒也格外亲切,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,可以认祖归宗,但这个女人,我绝不同意进我家门。 孙希超母亲话说得相当明白,去母留子,孙希超还没开口,身后便响起了高跟鞋的声音,我顺着声音看去,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,款款而来,不同于方才的冷漠与闲艳。 孙希超母亲此刻如沐春风,宇童来坐我旁边。 原来,她就是孙希超本应该要娶的未婚妻,周宇童,周宇童姿态优雅端庄,一张精致的脸庞,轮廓线条分明,柔和的妆容让她更加动人。 她的笑容温暖而自然,扑面而来的温和与善意,难怪会让孙希超母子都喜欢,确实是同我云迷之别。 与孙希超也真的是男才女貌,周宇童进门向我投来一瞥。 眼含微笑,童我点头致意后,便落座在周母身旁。 阿姨,您今天喊我过来是有什么事? 宇童,之前你都改口叫妈了,现在怎么又叫上阿姨了? 孙希超妈妈拍着周宇童的手,怪她与自己身份了。 你和西超的婚事,我不同意退,我就认定你当我儿媳。 孙希超妈妈对着周宇童表明立场,不曾想周宇童,竟开口道。 阿姨,我是自愿退婚的,您要是觉得与我相处开心,我以后会常来看你的,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陪你说话,聊天喝茶的。 宇童,你知道阿姨一直……阿姨,如果没有别的事,我就先走了,我还有其他的事,比较着急,我下次再来看你。 还没等孙希超妈妈话说完,周宇童就打断了她的话,又匆匆离开,原来门当户对是这样的感觉,端庄大气,不拘小杰,就连面对我这个抢她未婚夫的女人,她都表现得十分得体,仿佛是在向孙希超教宣, 就算你很好,也是我不要你的,尽管她来去匆匆,但我还是觉察到了她与孙希超对事时。 两人难以言表的悲伤,溢满空气,宇童的心意你也明了,我和她已绝无可能,想想是你的孙子, 你能眼睁睁看着她好不容易与生父相聚,又与生母别离。 孙希超开口,就算你忍心,我也绝不会让我的孩子再承受单亲之苦。 我并不知道孙希超父母的恩怨,但她这句话确实让孙希超妈妈脸色一变,你到现在还在生我的气。 孙希超妈妈反问道,我确定自己要和李念结婚,要给想想一个完整的家,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。 说完她喊上想想,拉着我离开,临走之际,她回头通知,婚礼酒宴照计划举行,换个新娘,喜帖而已。 后来就真的补拍了婚纱照,重新发放了喜帖,我积身孙希超的婚礼,挤走了她的未婚妻,成为了她法定意义上的妻子,婚礼如妻而至,婚礼现场摆满了无数鲜花,宴会厅被精心布置过, 这明明是我梦寐以求的婚礼,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这场婚礼本应该是属于另一个女人的,但我的出现,毁了她的爱情,孙希超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但丁克却屈之可数,一方面是我毫无背景,自从外婆去世后,我便与舅舅断了联系,我本就无父无母,自没有什么娘家亲戚, 孙希超这边不知是碍于周宇同家的脸面,还是婆婆想给我下马威,也没什么人出席,零零散散的几位宾客是孙希超的好友 当然,孙希超的母亲也并未出席,这在我意料之中,人少我倒也格外放松,也没什么规矩,走完流程后,我带着想想毫无顾虑地吃着自己的酒席,直到新婚夜,孙希超洗漱完毕爬到了我的床上,我被她吓到,你怎么来这睡? 她白了我一眼,这是我家,你是我老婆,我不睡这睡哪?我原以为她要跟我分房睡,毕竟她娶我也不过是,为了给想想一个完整的家,没想到她自如地爬上床,还将我圈进怀中,反倒是我身体僵硬地丝毫不敢动,直到孙希超的呼吸均匀地喷洒在我脖梗, 我才将她捐在我腰上的手拎起来,掏出她的禁锢,我早已没了年少情动,同孙希超结婚,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报复,毕竟这都是她欠我的,我就是要她和我紧紧地绑在一起,要她后悔当初对我的利用,我期待着她终有一天装不下去,变成如她父亲那般抛妻弃子的人,可她却一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热枕模样,打得我措手不及, 她推掉繁忙的业务,不偿认想想缺失的父爱,参加家长会,陪想想去尝试各种新鲜的事物,给她买衣服,买玩具,带她去游乐场,让想想坐在她的脖梗间,甚至给我这个破坏她幸福人生的女人买礼物,准备惊喜,她像集了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,可我不以为然,反问孙希超,那没钻戒呢? 那没,她给周宇童定制的婚戒,果然孙希超的脸色一变,我会给你更多更好的,你就不要想别人的东西了,看吧,我就知道怎么做可以惹毛孙希超,让她心生不悦,我不好过,又怎么真的会让你好过? 我再次提醒孙希超,周小姐都执意和你退婚了,会收你的戒指,不等她辩驳,我继续言语,婚礼和你都是我从周宇童那里抢过来的,那没戒指又有何要不得? 还是说,你对她还有念想,不过要是你真的喜欢她,我们母子也可以走。 理念,你真的是不可理喻。 父慈自孝的氛围被我打得稀碎,她铁青着脸离席,我们之间就应该是这样的,我们两个谁也不配得到幸福,欺骗感情的人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。 只是我没想到,刚刚愤然离开的孙希超竟又兴兴然回来,当着我的面拿出首饰盒打开,那没周宇童的婚戒安静地躺在盒子里闪着光芒,她一脸无奈。 你真的喜欢这个? 也许是家里的灯光太过刺眼,或许是钻石太过耀眼,我竟被扎得眼酸,忍不住饭泪,对,我就喜欢这个。 她取出戒指,拉起我的手,将戒指往我无名指上套,可是她忘记了,我不是周宇童,周宇童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,自然没有纸节粗大变形的问题,而我早就为了活下去,习惯了操劳,一双手苍老得像个五六时干惯了浓活的妇人,那枚为周宇童量身定制的戒指卡在我纸节处。 任凭孙希超用力往里,推都进不去,心里酸涩地要命,我知道周宇童是无辜的,也知道我自己辛苦的这些年事活该,可我就是不能释怀,那些外婆躺在病床上,孩子在我怀里嗷嗷哭的日子,每每想起我就恨一点。 算了,毕竟不是给我的,我推开孙希超,将那枚戒指摘下,放置在桌面。 金属的指环与桌面相扣发出脆响,回到房间,坐在床上,我看着无名纸被不合手的戒指膜的通红,不由的愣神自嘲,不合适,终究是不合适。 我和孙希超结婚后,除了生活质量犹如坐火箭般上升,心里上备受折磨,爱着孙太太的身份,我不能再做自己之前的工作,整日无所事事。 想想的衣食住行,也都有庸人照看,放学后还有满满当当的学科辅导和兴趣班,也不用我这个当妈的安前马后,我也试着当阔太太去消费享受,高端Spa店,我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。 再也不用吃了这顿担心,没了下顿,只是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,以及那些窃窃私语,还是一点一点地刺痛了我,这就是那个靠孩子挤走宇童上位的女的,一脸穷酸样。 和宇童比差远了,真不知道孙希超怎么想的,想要孩子给一笔钱就可以了,外边的野女人也敢真的娶回家。 这女人也是好手段,听说怀孕后躲起来,偷偷生的孩子,看孙希超要结婚了,赶紧又拉着孩子,上门认亲。 好像她怀孕走的时候,已经要走一笔钱了,现在看人家要结婚了,又回来了,见过不要脸的,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 我听着,受着,忍者,这是我应得的,孙希超也一样,何况,他们说的也没错。 除了周宇童,确实是我对不起她,我抢了她的未婚夫,抢了她的婚礼,让她丢了面子,但她她从未当面或背后给过我难堪,只希望她能觅得良人,每次我听到外面的人对我的指点,我就会把这种不痛快的情绪发泄在孙希超的身上。 我嫌她不洗手就抱儿子,怪她买的甜品太甜了,孙希超被我惹烦了,便反问我,你是不是很讨厌我? 想想看着我和孙希超,气氛不对,搂搂我的脖子,抱抱孙希超大腿,极力撮合着,爸爸,我今天在幼儿园画画得了第一名,你开不开心? 孙希超低头笑着揉了揉,想想毛茸茸的小脑袋,想想真棒,想想见气氛缓和,嘟着嘴提要求,那你带我和妈妈出去吃吧,就当为我庆祝第一名。 想想跟着我的时候,条件有限,但是每次她表现好的时候,我都会带她出去吃,所以这对于想想来说,是种表扬的仪式感。 孙希超大手一捞,就将想想托举在怀,目光灼灼地看向我,别让孩子失望。 车上想想围着孙希超叽叽喳喳个不停,他们父子融洽得仿佛从来没被分开过,这可能就是血浓于水吧,服务员带着我们来到一个包厢,刚推开门,我就呆愣原地,耳边是想想欢快地尖叫,妈妈生日快乐。 映入眼帘的是精心布置的生日会场,布满鲜花鱼与气球,还有好几层的蛋糕,说不惊喜是假的。 我自幼生活贫苦,从未设想过生日,甚至我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的生日,那样无足挂齿的日子,被我丢弃,却有人捡起,是若珍宝。 想想连拖带拽将我拉进包厢,这都是我和爸爸给你准备的惊喜,妈妈,你开不开心? 我捂着脸,渲然泪下,孙希超又如魔术般变出一枚戒指,单膝跪地,这是为你量身定制的,绝对合适。 鸽子弹大小的钻戒被孙希超套在我无名纸上。 想想围着我俩又蹦又跳,妥妥地分为组,等想想萧婷下来专心吃饭的时候,孙希超俯身我耳边,你在讨厌我,在儿子面前,都希望你能装出父母恩爱的模样。 我上钩的唇角一致,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,原来此刻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作戏给想想看,果然孙希超还是这般,善于利用,酷爱演戏,我竟险些又上当,孙希超又自顾自地说起别的。 我下个月出疼了半个月假,咱俩可以把度蜜月补一下,带着想想一起,我也可以好好地陪陪你们。 我心不在焉地答应着,好。 一晚上,想想都很开心,我则是食之无味,孙希超则是把戏做足了,不是忙着给我夹菜盛汤,就是忙着给想想夹菜聊天,回去的路上想想,依旧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 我偶尔附和着,孙希超一边开车,一边同儿子聊着天,快到小区的时候,忽然有强光晃了一下车内,我下意识地给想想遮了下眼睛。 突然,前面拐角窜出来,一辆跑车,眼看就要与我们迎面相撞。 我尖叫着把想想紧紧地搂在怀里,孙希超急踩刹车,猛打方向盘,我们的车在原地旋转半圈,跑车还是猛烈撞击在我们车厢的前半段,强大的冲击力让我眩晕,大脑一片空白。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,吓得直哭地想想,又看向前面驾驶座的孙希超,濒临死亡。 我脑海走马观花般闪过这二十几载的时光,岁月长河里灵星的甜蜜泉都是孙希超给我的,无论它出于什么目的,可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里,确实是孙希超送给了我一颗又一颗糖。 它就像是一束温暖的光,照在了我暗无天日的世界里,我为什么恨它呢?是欺骗?还是因为短暂的光明,让我无法再享受阴郁的黑暗? 如果我不知道甜是什么味道,也就不会觉得自己为什么那么苦了吧,可那些苦痛从来就不是孙希超带给我的,我恨得一直都是那个哪怕鼓足勇气,也一直配不上孙希超的自己,眼泪滑落,看着怀里的想想。 还好,它没事就好,至于孙希超,和它死在一起,好像也不错。 孙希超的手颤颤巍巍地从前面伸了过来,我伸出手握住,别怕,念念,别怕断断续续的声音从驾驶座传来,我想告诉它我没事,却眼皮疲惫得厉害,再次醒来,喉咙甜腻干哑,眼睛被血糊着,感觉整个人有气无气, 我迷迷糊糊糊,环顾四周,身上的剧痛让我确信这一切不是梦,外面已经有人为了过来。 想想被人拉出了车外,我好像听见救护车的声音有远极近,孙希超为了避免与肇事车正面相撞,我们的车头撞上了护栏,我和想想坐在后面,还好一点,但是孙希超的情况不容乐观,他卡在驾驶座, 生死不详,孙希超,孙希超,我不敢摇晃他,更不敢伸手去试探他的呼吸,我情绪崩溃,痛哭流涕,只能拼尽全力握住他垂落在我这边的右手,试图抓住他流失的生命,哭着祈求, 你不要死,我求求你,你只要能活着。我就成全你和周宇童,我陪你在想想面前,言好恩爱的父母。 孙希超,我不故意气你了,我真的很爱你,你不要死,我求求你了。 但回应我的只有一片死寂,我气不成声,再次醒来的时候,我已经在医院了,看着白得吓人的天花板,我忽然就想起了孙希超, 我扯掉身上的输液针,跌跌撞撞地找医护人员询问孙希超的情况,VIP病房,我推门而入,却看见闻讯而来的孙希超母亲守在病床前,孙希超就那么安静地躺在病床上。 孙希超妈妈闻声看到我,没了往日的优雅,她大不留心向我走来,迎面给我一记结实的耳光,都是你这个扫把星。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我一定饶不了你,你放心,如果他死了,我也不渡活,我就陪他一起死。 我打断孙希超妈妈的话,信誓旦旦地说道,我活得好好的,你死不了,孙希超虚弱接话,四目相对,他的眼神灼热,似乎要洞穿我,孙希超的伤势比我重,行动不便, 好在想想,除了受了惊吓以外,没受什么伤,孙希超妈妈把想想接到了他家里,一边照顾想想,一边打理公司。 我和孙希超难得地亲近了起来,我一边养伤,一边照料他,可能是因为节后重生,我好像心里没有那么多的怨恨了,我尽心竭力地照顾孙希超,我看着孙希超的伤一点点好了起来,这些日子以来都是我帮他擦洗身体,摸着他身上留下的伤疤,我决定和过去和解,我拿着毛巾给他擦脸。 孙希超握住我的手,片刻地犹豫后,我向他坦言,我可以放弃想想地抚养权,成全你和周宇童,我相信你也肯定是个好爸爸,但是能不能偶尔让我见见他? 孙希超吝声,打断我,你胡说些什么?是不是脑子还没好? 我以为他没听清,又重复着,我说我可以成全你和,忽然手背狠狠地拽了一下,突如其来的力道让我毫无防备,狠狠地扑倒在孙希超的怀里,孙希超吃痛地闷哼了一声,我连忙起身,对不起,对不起,我低下头,手忙脚乱地想要检查下。 他的伤口,孙希超握住我的手,眼里蹦射寒光,冷声质问你又想离开我是吗? 语气里充满怒意,还带着一丝楚楚可怜,五年前,你五十万就将我卖了,从此不告而别。 你就为了区区五十万,就把我们的感情出卖了,理念,我是真的好恨你。 可尽管如此,我依然放不下你,我一直四处打探你的消息,周宇彤确实是个很好的女人,如果婚姻市场生意厂商的交易,我是真的愿意和她结婚的,毕竟她这个合作伙伴对我也没什么感情。 只是再次遇到你我那颗不甘的心,又一次死灰复燃,何况,我们还有了想想,我又怎么甘心看着你,又一次从我的世界消失? 以后,不要想着成全我和别的女人,没有别的女人,从始至终只有你,周宇彤和我不过就是生意厂商的两个筹码。 你的出现,成全了我和她的自由,也不要再把我卖了,你要是想要钱,我有,有很多很多,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被我妈控制的傀儡了,我可以保护你,保护想想。 我听着她附在我警侧,闷声闷气地讲述,她这几年如何失落,言语之间尽是委屈与责怪,可是我亲耳听见你和别人说,只是拿我弃你母亲而已。 现在回想起那窒息的瞬间,我的眼泪还是不可空地倾泻,孙希超身体一僵。 不可置信地反问我,是因为这个你一走了之。 我本来可以给你一耳光,然后高傲离开,可我外婆生病了,我只能趁机拿你对我的欺骗去换我外婆的命。 在此之前,我拒绝过你母亲五十万的协议,我觉得我们情比金坚,可是我听到你和别人说,只是拿我弃你母亲而已,是你对母亲严厉管控的反击。 那一刻我心生怨恨,你明明从来就没有爱过我,又为什么招惹我。 孙希超看着快要失控的我,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不是这样的,一开始你就是特别的,很特别,特别地让我心动,可是那个时候我太软弱了,我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妈妥协,我不想失去你,所以我带你回家,向她宣战。 可是我们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,除去父母,一无所有,我身边的朋友都被我妈收买了,我怕我妈伤害你,所以我告诉我朋友,你不过就是我用来弃我妈的工具。 直到你不辞而别,我才知道自己是有多无能。 我找你快找疯了,我根本离不开你,我消沉堕落,直到我母亲拿出你去我家要了。 五十万的那个视频,我才开始振作起来,立志继承家业,腰缠万贯,让你有朝一日看到我在电视上,新闻上如何富有,你会多么后悔当初五十万就卖掉了我,甚至我不介意为了钱,你再一次回到我身边。 可我是真的爱你,我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,砸在孙希超的手背上,他挣扎着起身想要抱抱我,却又因为动作过大牵扯了伤口,疼得呲牙咧嘴,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破体微笑,原来我们确实相爱过。